当然我们今天我们参政是为了改变 因为我们看到沙发中有很多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就我们香港一定说的我们情绪和有家人全部在这里全部都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我们的资源也被拿走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沙发是最需要改变 为什么 你看我们到今天48年了 沙发48年到今天像刚才George讲的我们有一个好的快速公路都没有 到沙拉根到澳都没有 已经48年了 48年了我们今天我们的沙发也是从最有钱的到最没有钱 今天我们看到波罗讲沙发也是最没有钱的 现在我们跟沙发讲水是最没有钱的 但是到48年了我们成立了马来西亚 然后今天48年过后像刚才George有提到的我们那个医疗水准也是最差劲的 48年了过后我们竟然跟以前没有两样 我来一个很好的例子 如果你们有看就你们也会看到我们报告上有报告到的就是 今天我们沙发走48年了是一个 算是一个走 可是我们沙发到今天大医院没有自己的一架CT scan machine 没有自己的一架 Radio therapy machine 真可怜吗 今天我们沙发 癌症的病人如果有钱的有癌治疗水准没有事啦 如果没有钱的需要那么大医院的 最靠近的要送到附近 最远的要送到西马 来等才有人赢 我们虽然不是医生 不过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癌症是不能等的 我们沙发 我们沙发族的人民 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这么贱吗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 我一直都讲 沙发是最需要改变 因为我认为 沙发州是被国际政府系统化的在 歧视住我们沙发汉 systematically indiscriminating 的沙发汉 已经48年了 为什么要这样 我给你们几个例子 其中一个就是 Carpotage policy 海运政策 这样一个政策就导致我们沙发汉的生活费 昂贵 多三十二三十发现 我们做生意的成本也贵二三十发现 为什么 因为这样一个政策说到 如果我们做生意的 或者我们的有任何的货物 有任何的那个资源 要来到我们沙发 必须经过巴胜港口 不过 如果我们做生意的朋友 我们都知道 如果我们做生意 有跟香港做生意的 有跟印尼做生意的 有跟 越南做生意的 我们做海运的那个距离 都是在这里都是比较短 他们可以去寄给我们 但是不能够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政策 是犯法的 我们必须去到巴胜港口 给他们抽钱 从香港进入containable 只过两百块吧 不过从西马 进过来要两千多块钱 然后我们的空船回去 也要算我们的 所以导致我们沙发 跟生活费 导致我们做生意的成本 都不应过西马 二三十发现 这是第一个 这是起义 这样你们又知不知道 整个马来西亚 最近不是有 前几个月不是起了电费 电费 所以整个马来西亚 起7% 只有我们沙发 起15% 为什么这样子 为什么只有我们沙发 这样你们又知不知道 整个马来西亚 只有我们沙发 by toto 需要15% 我不是鼓励大家买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没有买的 可是为什么 重点是 为什么是沙发 你们又知不知道 整个马来西亚 我们沙发的水 第一个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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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最贵的 在冰州 22价 一个马来西亚 在 沙老月 47价 我们沙发 却是90价 所以我们什么都会不能这样 所以我们沙发 是最需要改变 在我们沙发 遇到这么多问题的时候 我们今天沙发的生活费 很昂贵 全部都是很辛苦 你们俩辛苦吗 你们俩生活现在 辛苦吗 辛苦就对 在这个时候政府进来 那能够用3亿8千万 几个沙发行政一楼 3 3亿8千万 3亿8千万 这笔钱 可以拿来帮我们 解决多少的贫图的问题 帮我们起多少的基本的设备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 我们要问的就是 我们现在的国政成员党的领袖 我们在里面的部长 有那个帮我们抬过身 每个自己说到很大声 是帮我们沙发争取 帮我们莫福利 可是到今天 我们也没有看到他们开声 那个大耳朵世界就会很大声 就到 网机网络叫我们全部献明支持 可是当这些东西 真正关系在我们生命的时候 真正关系在我们生活的时候 就有人敢开声 所以我们甚至应该要想到很清楚 我们在哪一届大选 这些 现在的 国政的领袖 我们还可以谈到吗 我们有点赞 我们在这样的门口 我们下转了 我们下转了 谢谢大家